深夜,老白还在工厂加班,他兢兢业业卖力干活,一卷胶布滚到了角落里 他伸手去缝隙里探,却怎么都探不到,只能心心地缩回了手 调整完货物准备再去捡食 他的手掌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但他并未放在心上 简单包扎后继续全身心投入工作 然而,在老白没有注意到的角落里,正堆放着好几只老鼠的尸体 他们死状凄惨,无一例外,每一只都口吐黑血 一旁的办公室里,老板与经理正在激烈的互怼 原来今年公司的指标还未达到,奖金全泡汤 为了追指标,工厂整条流水线必须每日每夜地运转,并且是超负荷运转 最终两人协商出了一种丧失人心的做法 将员工都锁在这里面,直到完成指标以前,谁都不允许将他们放出去 然而,员工们对此并不知情 很快,同时大黑就发现老白的不对劲 他今晚在岗位工作的效率,竟然是以往的三倍 就好比一台冷冰冰的机器,一直持续不停地运转 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发现里面正在渗出乳胶状的白色液体 浓稠的鼻涕沾染在他正在打包的玩具上 可他毫无察觉,大黑不禁调侃,他怎么突然这么卖力 可原本话多的老白,此刻却沉闷地没有任何回应 大黑以为他戴着耳机没有听见,便伸手去提醒他 怎样老白突然向头野兽般将他扑倒 起身咆哮之后,便开始狠狠地撕咬他 整个工程很快陷入惊吓的混乱中 女组长蒂娜赶忙请求停工 老白已经疯了,得马上把他送到医院 但经理却极力阻拦,凭什么停工啊 一个人疯了算什么,到时候指标达不到 大家全部都得失业 蒂娜无言以对,只好将发疯的老白紧锁在办公室里 避免他再次出来发疯 随后,他带领其他员工继续工作 然而刚处理完老白,他便听见角落里传来嘻嘻嘻嘻的怪响 他悄悄走近,果然发现员工大黑正在啃食着什么 丁静一看,竟然是在啃食一具员工的尸体 他顿时惊慌失措,终于明白事情不仅仅是老白疯了这么简单 而是老白已经感染了病毒,正在传染给大家 与此同时,经历也发现了整个工厂的异常 大家突然不知为何,都像疯了一般卖力工作 不休息,不交流,甚至连喘气都没有 感到疑惑的他刚想上前询问 结果对方的面孔突然变得扭曲争鸣 猛地扑上来想撕咬他 他疯狂挣扎才得以摆脱 逃跑时,却又撞见证遭受大黑袭击的蒂娜 于是他超级灭火器,猛敲大黑的头部 大黑随即一声倒下 蒂娜小心翼翼地上前试探他是否已经死透 耳朵里,突然流出一股白色的液体 随后他口吐黑血,便再也没了气息 然而人立马想到了还被锁着的老白 果然,老白也是同样的死状 口吐黑血,耳鼻处全是白色的液体 整个人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这下蒂娜慌了,现在我们俩必须要逃命 但经理却犹犹豫豫 蒂娜一逼问才得知,这间工厂早已被锁住 必须得靠密码才能打开 既然采用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 蒂娜愤恨无比 他不再管经理,扭头便走 而经理也很无奈 他没料到工厂会突然爆发病毒 最终他放心不下蒂娜 还是跟上前查看情况 瓦斯冠早就被发疯的员工们拆开 刺鼻的毒气四处蔓延 此时,所有员工都死气沉沉地瘫倒在工位上 而蒂娜则被困在那里 他买脸惊恐 正战战兢兢地打算逃离出来 然而,走动的声音还是惊醒了员工们 危急时刻 金尼掩护着他逃进了办公室 两人紧锁房门 拉下窗帘 暂时躲过了一劫 望着门外已经变成丧失的员工们 他们知道这绝对不是长久之计 必须得偷偷逃出这间工厂才行 金尼突然想起抽屉里的纸条 上面写着大门的密码 正当他激动之时 蒂娜却惊恐地望着他 原来她的鼻子里不知何时 竟然渗出了白色液体 而蒂娜也是同样 耳朵里也在不断流出白色的液体 二人面面相却 未感绝望 很明显 他们都已经被感染了这种病毒 此时瓦斯扩散得越来越厉害 已经心如死灰的蒂娜掏出打火机 想用一场爆炸来将这一切彻底结束 但却迟迟按不下开关 毕竟有家庭牵绊 自杀哪有这么容易 金尼也是同样 他终于抑制不住对耳机的思念 只身一人逃向了大门处 听到动静的员工也纷纷如丧尸般扑来 在即将被围攻的前一刻 密码终于输入正确 大门敞开 然而就在最后一刻 李志还是战胜了求生欲 他没有逃离 而是反手将大门重新锁住 他不想让可怕的病毒在城市里继续死虐 于是选择了自我灭亡 而另一边 蒂娜也视死如贵地按下了打火机 顿时工厂爆炸火关蔓延 整个工厂无人生还 画面一转 一位男孩正兴高采烈地拆着圣诞礼物 却发现自己的玩具上 沾染着一种奇怪的白色液体 他伸手俯瞰 却发现这奇怪的液体 怎么甩也甩不掉 我们自觉坟墓 一代逝去 还有下一代 这个故事或许是想表达 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存身不由己 我们努力工作 只是为了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环境 然而这个社会早已阶级固化 即便是你再努力 你的下一代获选难逃父辈们的命运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修复 杰克有个幸福的家庭 这天 他推着年迈的父母荡秋千 妹妹也在一旁开怀地笑 突然 车祸的撞击声剧烈响起 父母的面部开始血肉模糊 紧接着 妹妹也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哭 杰克想尖叫 突然天旋地转 在睁眼时 发现眼前是亮堂堂的卧室 耳边是男友关切的询问 原来刚才的一切全是噩梦 这是父母死于车祸的第二年 父母刚去世时 他本想与妹妹这个唯一的亲人相依为命 重新生活 然而妹妹却始终一蹶不振 他厌世 酗酒 嗑药 整个人已经走向堕落的边缘 久而久之 两人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杰克开始疏远他 不再与他有任何来往 但这个噩梦还是让他思念起了妹妹 由于再三之后 他打算回家看望他 客厅里空无一人 只有楼上传来微弱的动静声 漆黑一片的房间里 电视开着 四周却没有人 突然镜子里一道黑影闪现而过 不知何时 妹妹已经坐在沙发上盯着自己 不同于从前的消极 她的脸色出奇的瓶颈 对哥哥当年抛弃自己的事情也毫无怨分 但杰克对他的抵触却依旧存在 他忘不了妹妹为了嗑药 卖掉了父亲生前挚爱的怀表 让人就这么僵持着 空气里充斥着几分尴尬 最后杰克起身回房 在翻看家里的东西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有关恶魔的书籍 他大惊失色 生气地质问妹妹是不是入了什么邪教 妹妹反倒笑着安慰他 没事的哥哥 我早就憋正常了 因为最近一直有人陪着我 杰克一听 以为他是交了新男友 但总觉得眼前的妹妹隐隐不太对劲 整个人平静到甚至充满诡异 他心事沉沉地到浴室洗澡 却发现花洒里流淌出的竟然是血水 他立马惊恐地冲出了浴室 但仔细一看 这些都只是自己的幻觉 心有一记的他刚回过神 便又听见房间里传来妹妹求饶的嘶吼声 像是有人在狠狠地殴打他 杰克赶忙撞破妹妹的房门 只见地上一片狼藉 四处望去 也根本没有第三个人 只有天花板上画着巫术阵 杰克望着巫术阵 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瞬间晕了过去 醒来后 妹妹向他坦白 自己昨晚在房间里进行了宗教仪式 他与恶魔终于身体相容 从此再也体会不到任何的痛苦了 他一边欣喜地说着 一边将煮好的白色蛆虫 非常享受地放进嘴里拒绝 这一幕让杰克既害怕又恶心 他敢肯定 妹妹已经坐牵很深 便拉着他想离开这里 怎料门窗突然自动紧锁 身后的妹妹开始瞳孔翻白 肆意狂笑 用力将她的手狠狠地拧断 杰克一声痛哭 闪声逃到隔壁房间里躲了起来 他浑身发抖 从未这么恐惧过自己的妹妹 那样子简直比精神失常还要恐怖 但这时 原本狂笑不止的妹妹却突然安静了 紧接着 门外边传来了他微弱的抽气声 杰克听得心软 如果不是自己当年故意疏离 妹妹怎会变成这副模样 愧疚的他走出了房间 一边安慰 一边握紧了妹妹的手 而妹妹也配合地回握了他 怎料下一秒 他突然扬起愤恨的脸 一边骂他虚伪 一边狠狠地将他踹晕 再度醒来后 杰克发现自己正身躺在巫术镇中 而面前的妹妹正为他举行这仪式 周围烛光闪烁 黄纸飘零 他一步步引诱着他 沉浮于恶魔 只要沉浮 就再也没有痛苦 此时的杰克终于感受到了 恶魔对自己体内的入侵 理智在渐渐地丧失 他拼命地挣扎 拿起自己的十字架项链 狠狠刺入妹妹的胸口 十字架很快开始灼烧 在一阵凄厉的尖叫后 他的面色也终于恢复正常 杰克知道曾经的妹妹终于回来了 他抱着他 却发现他已经栖息奄奄 而妹妹也无比谦逸地望着杰克 说自己不该嗑药 不该误入歧途 原来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恶魔 真正的恶魔就是毒品 最终妹妹死在了自己的怀里 不知过了多久 男友到达了这里 他及时发现了脸色惨白 重度昏迷的杰克 抢救过后 杰克终于醒了过来 然而四周并无妹妹 原来在他回去的那天 妹妹就已经死了超过一周 死因是吸毒过量 桌上 地上摆满了科药用的针管与粉末 而杰克两年前就是个瘾君子 戒毒后的他好不容易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却在几天前回家后 发现了妹妹的尸体 出于对妹妹这些年不管不问的愧疚 好不容易戒掉的毒年突然再起 于是他开始抓起妹妹的毒品重新吸食 病态的愉悦使他忘记了痛苦 却也将它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但幸好男友将它及时拉了回来 我妹妹想聊聊 她自从死后就一直很愤怒 两句话恐怖故事每集都短小惊悍 编剧仅凭两句话就构思出一个颇有亮点的恐怖故事 这种恐怖并不是表面意义上的恐怖 而是极其富含讽刺意义 每个故事都围绕着现实话题 工厂故事暗讽了资本家对员工的剥削 而白色液体实则代表了被996奴役的思想 人们被996围困互相关注思想最终导致了崩溃 第二个故事中用恶魔暗喻了毒瘾 白色蛆虫暗喻了新食用的粉末 妹妹的疯狂真是男主嗑药后放飞自我的隐喻 也暗示了她内心对毒品的抗拒 我是可乐 感谢你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